好啊 再跟大家来跟进一下 好未来的情况 好未来其实大家记得吗 最近这个也是算是 有一点点负面消息的 说是旗下有员工 自己做一点假账之类的 而且他在2018年 也遭到过昏税的做空 但是没有影响到 他的一个市值以及股价 我们去看到他 其实市值是一路开涨 现在都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了 这个股价方面 也是两年里面翻了近一倍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是我的心目中 就是我们成长起来的阶段 都是跟新东方一起成长起来的 好未来是属于 现在的少壮派 但少壮派的市值 已经超过新东方了 他更厉害 所以说后来市场上面的分析 就觉得说 因为那个是成熟的 而好未来是代表 一个少壮派的增长潜力 所以给他的一个增长的 一个预测是按照50到120倍的估值来给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市值会比较高 那是不是说 同样的两个教育股当中 其实好未来的那个前景会更被看好呢 我会觉得说其实两支都不错 要出有钱就一起抽 对 因为老实说两支都是最大的教育龙头 虽然说现在网上的教育可能 他的前景会好一些 但是对于整个教育来说的话 逻辑还是一样 就是现金流好 然后学生你无论怎么样也要交学费 那所以对于现金流好的公司的话 市场还是追捧得很高的 那所以对于两家公司来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其实前景都是很好 但是只是说现在市场的那个气氛 比较喜欢一些互联网的那个 那个逻辑多一点的一些公司 但长期两家公司的话 我还是看好 我没有说哪一支比较好 哪一支不好的样子 好啊 那我们也同样 看一下刚刚说到的新东方 这个就是时过境迁 但是新东方其实股价也是不差的 今年以来你看他的那个股价 现在都已经回升到了 大概130多的一个位置 他的市值上面 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影响的话 其实主要是在2019年发生过 就是因为当时市场可能给他 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预期所在 但是发现他营收增加 但是出现了一个净利润缩水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在2019年 一度看到股价是大为的打下去的一个状态 但是现在也是慢慢的让大家 这个感觉是重拾之前的失地的感觉 不过从这个市值来看 好像从这个之后 就一直没有能够跑赢到好未来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是给了于敏洪很多钱的这种人 如果哪一天他在港股这边上市了 看起来你也不是从一个 任何负面的一个角度来看的 觉得不错 这个作为龙头之一 应该也是有憧憬在 对了 其实因为香港其实很缺乏 这样的一些公司 那基本上我们去 比如说教育板块的话 我们现在最大的几只 中校控股 还有就是中国 枫叶还有东方教育 这一些 你看到说整个市值也不是太大 看到说大概是两百三百亿左右的市值 但是看这些新东方好未来 一千 两千 三千 这么高的一些市值的公司 其实他回来香港 几百亿美金 对 也是非常好的事情 还有就是他们在美国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也会受到一些歧视 我觉得说 就是因为美国的其他国家的投资者 看待中国的公司的时候 他们看的一些方向 还有就是估值也会给低一些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说香港上市很多内房股 也是给到的估值也是非常低 那虽然说那是传统的行业 但是很多人去看这些行业的时候 就是说 害怕中国的模式可能 他们有一些时候是看不懂 还有就是他们觉得说 中国的公司他们可能负债很高 所以觉得说这个模式情不同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新的一些模式 那所以我们自己去看待一些公司的时候 我们的估值可能会很高一些 那还有就是这些公司 我觉得说 如果真的回来香港的话 真的会成为香港的可能蓝筹 也说不定 就是因为说 他们真的是行业的龙头 好像还没有什么教育股进蓝筹 基本上没有 对 所以说这个 如果他要能够增加他的diversity的话 这种可能性好像变得也是有 我们想的太远了啦 人家还是否认了 还没有说要来 反正是回来的没关系 对对对对 好啊 等他们回来 等他们回来 来看一下新东方在线吧 因为今天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关 虽然新东方教育是否认赴港第二上市 但新东方在线的今天仍旧是早段能够反弹的 其实昨天都觉得说股价或者说这几天觉得有点高位回落的这个意思 如果借借这个东风是不是能够稍微止一止跌 我觉得说也不能说是止跌 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盘整区里面 那现在其实他之前已经涨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是几块钱涨上去 那所以他现在的话 其实对于这如果他母公司真的回来香港上市 老实说对于他来说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可以这样想 如果他儿子也回来上市了 他妈妈应该也要回来吧 那所以他现在股价的话还是一个盘整区 那你看到说现在还没有头头高 就是因为之前的顶部是38块 那现在是大概36块左右 那所以现在头是低的 但是底的话也没有头头低 就是两边都是一个收窄的一个形态 那所以现在只能说它是一个盘整 大的盘整区 大概是29块到这个36块左右 是比较大的盘整 但现在你看到说 1 2 3 3跟黑黑下来是有一点偏弱的 但是也不能说真的太弱 那所以如果手上持有的话 我建议还是就灌望嘛 因为而且注意到他的几条平均线 基本上都开始非常的集中在一起 那看看接下来他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能够受到一些带动了 同样时间先去下广告广告过后 我们再聊